我個人覺得其實可以逐步逐步買入 就不要逐步買入 因為始終現在市況比較信心差 就算股值便宜到 可能市況都會覺得暫時未到反彈時候 可能我覺得分開幾住 慢慢入市 可能反而分散風險 我覺得中場的投資 這個水位入 我覺得再大一點機會不大 還有未來的盈利和獲利機會 都應該挺高的 如果四大國有銀行之中 公中農建 你們看好哪一種可以留意 暫時我會留意健康和公行 Akila 其實除了計算內地地方債之外 這個計算機還可以計算多一件事 就是歐債 因為現在說歐債有機會蔓延到意大利 我希望可以計算一下 如果意大利真的爆煲 到底哪個國家持有最多意大利的國債 做地心理準備也好 之前希臘出事 剛好經過救助之後 大概七月初那段時間 市場氣氛好很多 反彈也不少 後來這波問題傳到葡萄牙那邊 但葡萄牙那邊 剛好經這個目的下調 連續下調四級的評級之後 大家都還未怕定了之後 便燒到意大利那邊 其實意大利的國債比率佔它的GDP是120% 但如果你看回財務狀況 其實意大利是比希臘好 比葡萄牙好 到底它爆煲的機會大不大 最主要為什麼市場突然間 將這個觀點轉為意大利呢 因為最主要原因就是 意大利在今年下半年 和明年的時候 會佔它總共18000億美金的債券 大概會有兩成六 是這兩年要還的 所以其實這麽大筆錢的短債要還 使市場擔心短期可否借到錢 尤其是看回意大利 剛剛這段時間 給一些我們叫債券的對沖基金 即是沽空的對沖基金 最極之下 其實它的債息升到接近六厘的水平 其實這方面是挺難擔心的 因為見到它的債務成本 逐步逐步地上升 其實就令到它害怕它再融資的風險 即是用新債怎樣養舊債 或者再發一些行的債券 是否真的足夠的投資者吸納呢 或者是它能否負擔得到呢 這個投資者是擔心的 因為看過去歷史 無論是外爾蘭、希臘和葡萄牙都是 其實當它經歷過這個債息 各位十年期債息 升穿了七厘的水平的時候 其實每個國家 就算多不願意都好 都必須接受救助的 因為當時成本太高了 它們根本就不能再靠這個債券市場去融資 其實這方面大家留意 到底意大利的債券會不會短期內 可以升到七厘樓上呢 還有我想暫時的轉捩點 最重要是看回 星期五 這個歐洲央行會公佈銀行的壓力測試 為什麼呢 其實現在意大利 持有它的債券最多的國家 第一個是德國 德國自己持有債券是 3,900億美元左右 其次是法國1,600億美元左右 為什麼意大利大家這麼關心呢 因為意大利是歐洲第三大經濟體系 而它的債務總額是等於希臘的誤會流償 所以大家剛才會害怕 這個爆波會否認出歐洲的銀行體系 會出現問題呢 所以現在為什麼做壓力測試呢 大家就預計了 究竟歐洲國家的債務 真的假設違約 或者是一定程度的 我們叫做有下跌的價格 可能四成或者六成 其實看回銀行影響有多大 正是我們剛才計算 都計這麼多債 有內地地方債 還有歐債 還有美債未解決 港股亦都因為這樣 今天都跌成六百幾點 去到二萬一千六百點的水平 成交就八百幾億了 那港股短線 其實是不是都不是這麼樂觀呢 但明顯今年見到 市市差不多以傳入最低位的成交 同時間的成交跌到八百億樓上 其實後市說的都淡一點 看回現在近期來說 無論我們剛剛開市的美期 或者歐洲期指 其實全部都說跌幅 1%附近的水位 其實全球市場都比較淡一點 看見美國十年期債息 也都跌回到兩點八厘的水平 其實都見到跌跌下錯 市場有避險的心態 又重複回來了 其實見到暫時來說 對於高風險資產 股票市場來說 可能都會受惡一點 當然行指都不例外 暫時看看 短期可否守住21500這個支持位 KIDA 如果要避險的話 你有什麼推介 暫時來說 我建議高風險資產 暫時不要持有 可能持有些比較低風險 比我們比較防守性的股票 例如房地產信託基金 或者一些公用股 房地產信託基金 我自己首選領回 始終現在這隻股票 有四厘息口 在這波跌市來說 它的抗跌都非常強 我見剛才對於它來說 未必追求很高回報 但在這個市場做一個對沖 我覺得是絕對一個不錯的選擇 好啊 希望我們港股 明天都有一個好的表現 我們先喝一杯 KIDA 今天也點了一個大西洋三文元樓 不如試試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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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crets